兒子在家門前不斷叫罵 父親怎麼勸阻都沒有用 但更誇張的是 他一度想動手毆打自己的爸爸 警方到場接護 這戶車也來到現場 準備將男子強制送醫 但他疑似情緒不佳 就算員警在一旁勸阻 他依然大聲叫囂 之後跑到車旁邊的椅子坐下 不斷怒罵 不過停放在原地的救護車和警車 可就沒那麼幸運 還是難逃被砸 男子高高舉起剪刀 重重一砸 車窗碎成蜘蛛網撞 救護車趕緊逃離 事後警方經過兩個小時的追趕 終於把如性男子強制送醫 事情就發生在彰化西州 如性男子32歲 換幾十五年 23號上後突然病發 家屬才報警處理 但沒想到男子聽到 和救護車相關的字 立刻情緒激動 那這如性男子一聽到 可能救護車這個字眼 整個情緒就爆發了 先以拳頭來攻擊我們同仁 那同仁呢 就先看他有一點拉扯之後呢 發現這個如性男子呢 轉身 要去拿這個修剪花木 這個長冰剪刀之後呢 就隨即先行閃避 警方表示男子換幾十五年 都沒出現攻擊的症狀 這次疑似聽到救護車這幾個 關鍵字才暴走 目前已強制送醫 信號最後都無人受傷 接著陳少偉工藝的現任真彰化 採訪不到